音樂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示範 我們的中級插花 第2堂 中級插花 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我們有六種的演繹方式 我們有對峙式、組合式、地台式、平台式、圓垂式 以及掛牆式六種 當然每一種都各有特色 以及很好用 對於拜起教會 或者是一些禮堂 都是很適合的一些演繹方法 今天和大家示範這一盤 我們叫做地台式 地台式主要是一盤花 向上伸展 第一堂我們交平台式是向橫的 這個是向上,是Vertical 我們會用到大約半個泥 浸了水之後我們放入半個雪 首先我們會用到這些水竹草 我們今天就線條 那方面我們用水竹草 當然我們另外還有別的花 我們會有木百合做主花 這隻黃玫瑰 我們就做盤花 一樣我們會用沙巴葉和迷細蘭 另外我們就有一些碎花 我用回木百合我 譬如說有時候你半花已經足夠 碎花你想可以加多一點 譬如像這個吉筋 我們都可以做半花 如果它的頭小 其實都是扮演到碎花的角色 是可以的 剛才說過 我們這一個是屬於一種Vertical 的插法 垂直 地台式 我們先用這些半支 今天用這隻水竹草 你預算它長一點都可以的 你可以差不多26寸 26寸 我們就放在一邊 一邊的角位垂直 一邊的角位 你可以用兩支 兩支 都同一個長度都可以 垂直 這樣放 這樣向上 接下來我們就會放另一邊 地台式我們有兩種 一種 我們中間 我們說 叫做 通洞 是可以 望穿盆花的 這個位 中間是沒有東西的 即是我們兩邊做線條 我們今天就用這隻黃玫瑰 做另一邊的線條 好了 有些太大的葉 你可以剪減一點 好像這些 剪減一點 不需要太多葉 剪減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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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還有選擇一些比較小 頭 我們用來做的線條 先剪減少 剪減少 剪了中間這塊大的葉 少少葉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用兩支 用兩支 直一點 因為這隻黃玫的葉 比較大塊 就更加需要剪減一點 好 那我們就用兩支 第一支來說 可以長一點 大約 你預算它是20寸長 都可以的 20寸長 我們放在另一邊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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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落位 另一邊 這裡 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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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呢 一左一右 不過呢 左邊 我們高一點 其實你調轉也可以 總之一定要高矮 這支就是20寸 另外一支 我們可以短一點 好少 可以預算它 16寸 也夠了 16寸 我們再放在另一邊 差不多是三點位 我們這兩個步驟 已經做了 半支 高支 繼續煮花 今天我們用這個 木百合 木百合 你剪出來的長度 你可以 一支就是7寸 一支就是5寸 5寸半左右 就可以了 5寸半左右 這位 剪進去 近短的葉子要剪掉 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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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好拿把剪 剪一剪 剪少少 好了 我們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中間 前少少 即六點位 六點位 放一個 另外 再拿一個 我們靠近 左邊 放一些斜 斜 斜 接下來 去到 第四個步驟 我們就要放葉 我們一樣 由於這塊 比較大塊 我們就可以 前面加5塊 前面加5塊 左右加1塊 好 像這些位 我們先加去 好了 369 兆擺 只不過前面 我們會加多幾塊葉 這裡我們加多兩塊 平時加一塊 現在我們可以加兩塊 這些位 有時候 兩塊葉 一起都沒有什麼 所謂 這樣 差不多 鋪在底下 大家看到 已經把這個 盆枝 高枝 煮花 和蓋草 這四個步驟 我們都放好了 接著的步驟 當然就是第五個 步驟 我們會放這些 盆花 盆花 一樣 我們就不需要 太多 這些玫瑰葉 剪減一點 因為它沒有那麼漂亮 你剪掉 也不要緊 撕了一點點 很反 那我們就可以 剛才這支 已經很高 這個16吋 每支相距 就大約3吋 你可以拿一支 13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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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前面這些位 前面這些位 這些位置 都還可以加 你可以加些 下油短一點 10吋 左右 10吋 或者9吋 都可以 不需要太長 好 在前面這個位置 可以加一支 跟著那些 都是比較短 身一點 短身一點 你可以剪一支 差不多 只有四吋 左右 不需要太長 四吋 可以看到 放在這個 六點泥側的位置 其他那些 都不會太長 這些 撕了一點點 反去 有些太細 這樣吹一吹 吹一吹 讓它開一點 不過最重要 要閉上眼睛 閉上眼睛 好 我們可以這個位置 又放多一次 都是短的 四吋 至五吋 還有盡量選擇 大頭一點 大頭一點 好像這些 大過少少 放在這些位置 你看到我 很多都集中 放在一邊 放在這個 右邊的位置 四至五吋 這些位置 密集式 放在右邊 這樣 我們還有一兩支 玫瑰 我們都可以 放在這個位置 你預算它 大約八吋 大約八吋 八吋 或者長一點 也可以 九吋 好 在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多加一支 這個位置 加到一支 另外 你可以 在這個 木箔盒的後面 再加多一支 集中在右邊 右邊 至於左邊 好像很空 不需要擔心 因為我們今天有這些 木箔盒的腳 這個也是一個 很好用的線條 首先 我們可以拿一支 你預算它 大約 都是十四吋 左右 十四吋 長度 我們放在左邊 九點位置 另外 剛才我們還有一支 就短一點 那你這支 就可以 十一吋 左右 都可以 夠了 所以這些木箔盒 是很好用的 我們可以在它旁邊 這個位置 再加多一支 加多一支 令到兩盆花 線條 更加 平均 一點 好了 去到這個時候 我們已經加好 這些半花 去到 第六個步驟 我們就要再加葉 你可以 一塊塊這些葉 剪出來 我們就先加 背葉 背葉 你可以後面 加一些 沙花葉 譬如 有些長一點 五六吋 這些位置 你都可以加回它的 長一點 其餘那些 你就可以 一塊一塊 這樣 加到後面這些位置 然後 再加一點 那麽 當我們加好所有葉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少許碎花了 那麽有些時候 如果你說我鹽這一邊 好像沒有什麼花 那麽 可不可以再加少許碎花呢 那麽 像今天我們有些少許碎筋 你其實都可以把它 放在這個位置 你可以放少許這些碎筋 又不需要太多 你大約 你可以放四五支 長度 都是四五吋 左右 加少許 這些位置 把它放在一堆 這樣一行 那麽最後 我們就可以加少許 這些毛毛鵝 那些毛毛鵝 那些毛毛鵝 就可以微微 向外拋出來 向外拋出來 有些高一點 都可以的 這些位置 加少許 這些位置 大約四至五吋 這些位置 將它 集中 比較多 在左邊 左邊 這樣拋出來 這樣 向左邊 拋出來 就可以了 那麽今天呢 我和大家呢 已經示範了這一盤 我們中級插花 我們一個地台式的擺設 那麽記住了 我們插花呢 特別 在這個基礎訓練來說 一定要記住 這七個步驟 我重複都說了很多次 但你一定要記住 為什麽這個對於你們 把緣的基礎是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 拌枝 高枝 煮花 蓋草 拌花 接著再放一次蓋草 最後就放一些碎花 那麽 那麽就 有時候 如果譬如說 你不依照這七個步驟去擺 除了影響你的形態之外 有時候你放些花 在泥的時候 都會有些限制 有些阻礙 例如 譬如說 如果你放這些葉 太多的時候 在泥面的時候 你再放花上去的時候 有時候那些葉會阻礙你的花腳 大家要謹記這七個步驟 多些練習 特別這一盤 地台式 對於 例如放在教會 禮堂 的同學 這個就很有幫助 和很實用 小創作主題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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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